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学习这款贝壳包的勾法 这是第2款贝壳包了 和前面两期我们勾的这个小贝壳包 它的勾法都差不多 只是这个小的不能装手机 然后这款呢 就可以装手机啊 大家看一下 我装了一个小日记本 然后一部手机 其实里面还可以装 一些小东西的 用的是布条线 勾针5.0毫米的 这个盖子我们是要用磅针来织的啊 所以大家还要准备两根磅针 这个包包我总共用了三团线 然后这里 这个包袋 只能做的这么短 如果你们想做斜跨包的话 那就要准备三团多的线啊 差不多四团线这样子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从这个包身的部分开始勾 首先是 变直起针 这个线头 大家尽量给它留长一点 大约40到50厘米的样子 我们最后要缝合啊 勾24个变直针 这个绿色的我想勾小一点 然后刚才这个呢 起的是26个变直针啊 现在我勾24个 少勾两针 一个了 两个 三 四 五 六 七 好 大家自己完成一下 那接下来我们开始勾第一行 第一行呢 是勾短针 所以我们还要勾一个起立针 这是短针的起立针啊 这样就变成25个变直针了 12 往回第二针这里 在背面 突出来的这个线叫里山啊 从第二针开始 挑这个里山 勾短针 一个 两个 三个 好 大家 这样一直给他勾24个短针 第一行 24个短针勾好之后 接下来勾第二行 开始加针了啊 锁一针 翻转 然后 从第二行开始我们都挑这个 针目的半根线 就是后半针 这样子 这样跳过来勾短针啊 先勾11个短针 两个 三 四 五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 十一 十一 第2行 十一个短针已经勾好了 新属姐妹在第1针 一定要做一下记号啊 不然等一下你找不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好 接下来第12针 勾一个短针的加针 第13针 第13针也是短针的加针 在同一个针目勾两个短针啊 接着后面这里 不加不减 11个短针 好 大家这里给它勾完啊 这样第2行也勾完了 前面11个短针 中间勾两个短针的加针 后面还有11个短针 接下来第3行 锁一针 翻转 不加不减的勾26个短针 都是挑后半针这样勾啊 第3行不加不减26个短针已经勾好了 接下来第4行 锁一针 翻转 这行呢我们又要加针了啊 两边各勾12个短针 在中间两个针目勾短针的加针 先 勾12个短针啊 一 二 三 好 大家自己完成 第4排12个短针已经勾好了 接下来这两针 都是勾短针的加针 接着后面不加不减勾12个短针 接着后面不加不减勾12个短针 勾到最后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一针啊也要勾的 别忘了 不然你们会少针 好第4行完成 接着第5行 锁一针 翻过来 不加不减的勾28个短针 第5行勾完了 接下来第6行 锁一针 翻转 我们先勾13个短针 然后中间两个针目 还是要加针啊 最后还剩 13个短针 那第6行呢 大家自己去完成 第6行勾完之后 总共有30个短针 接下来呢 我们就不用去加针了 从第7行开始 到第15行 都是不加不减勾30个短针 一直这样勾啊 总共勾9行不加不减 那大家自己去完成吧 第7行到第15行 不加不减已经勾完了 线头都是在同一侧啊 我们数行数的时候 是这样数的 这是第1行 然后上面 这种大的 一轮一轮都是两行两行的啊 可以这样数 先数大的 1234567 这样就有14行了 然后加上这里 单独的一行 15行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开始减针了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包包 比较窄 那么这里呢 那么这里呢 你们还可以 多勾两行啊 现在我们勾的是 不加不减它是中间这一部分 第15行勾好之后 锁一针 翻转 我们先勾 13个短针 13个短针啊 接下来开始减针 我们 要剪两组啊 先在 第14个针目这里 挑半根线 把线圈勾过来 这样是未完成的短针 然后下一针 也是同样的把线勾过来 现在勾针三个线圈 我们绕线 一次性给它带过来 这样就剪了一针了啊 也是第1组 然后第2组 把线勾过来 下一针 把线勾出来 三个线圈 一起带线 第16行这里就剪了两组了 接下来后面这里 还有13个短针 不加不减给它勾完 接下来第17行 锁一针 翻转 不加不减每一个针目 勾一个短针 总共呢 还有28个短针啊 大家把第17行勾完 接下来勾第18行 锁一针 翻转 这一行呢又要减针啊 先勾12个短针 减针的方法也是一样的 大家先把12个短针勾完吧 12个短针勾好了 接下来 还是勾未完成的短针啊 三个线圈一起带线 接下来第2组 勾完两组 剪针之后 后面还有12个短针 这是第18行的勾法 然后第19行 不加不减勾26个短针 那这两行呢 大家自己去完成 第19行勾完了 接下来第20行 锁一针 翻转 我们先勾11个短针 然后中间勾两组的剪针 后面还剩11个短针 这样大家 应该懂怎么勾了啊 和前面的剪针方法是一样的 然后第21行 不加不减勾24个短针 到最后还剩24个短针 因为我们开始起针的时候是24针 最后结束也是24个短针啊 那第20行和21行我就不演示了 大家把这两行勾完 第21行不加不减已经勾完了 接下来开始缝合 缝合的时候呢 我们要分一下正反面啊 第1行是正面 就是这个包包的正面 线头在左侧啊 那接下来 我们给它这样翻过去 翻到里面去缝合 先从我们刚勾完的这一头来缝合啊 大家看 对应的每一个针目都是挑它的上面这根线 下面的就不用管它 然后勾针的这边也是一样的 也是挑上面一根线 我们就直接这样 挑第1针 半根线 然后到对面这里第1针半根线 把线给它勾过来 然后带到后面这个线圈 引拔啊 接着第2针 对应的第2针 这样子 把线圈勾过来 带到后面这个线圈 就是用引拔针来缝合啊 下一针 那大家就一直这样 对应的每一针 给它缝到最后啊 缝到最后一组 大家看好啊 两边各有一针的 把它勾过来 然后把线 带出来 接下来呢 我们就拿缝合针 把这个线头给藏在里面 好这里我就不讲了啊 多余的线头给它剪断 然后这一边 也是按照相同的方法 给它缝到最后 缝完之后呢 把线头藏起来 两侧都缝好之后 接下来我们翻到正面 把这两边给它 抵出来啊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开始勾包口的地方 勾包口呢 我们又要重新接线啊 任意从一个位置 这个地方 然后把线 然后把线给它勾过来 然后下一针 我们尽量给它挑边上一点的这些针木来勾啊 线头放在勾针上 勾一个引拔 好这是第一针 我们做一下记号 下一针呢 我们就在旁边这里 刚才这个线头是在上面 现在我们放在勾针下面 这样它就压进去了啊 下一针 上面这里 一直给它勾引拔 然后到侧边这里的时候 我再给大家讲一下吧 好到侧边的这个地方 我们尽量给它勾出三针来 因为刚好这三针在中间 我们这样比较好做那个包带啊 这是第一针 第二针在这里 第三针 好这三针是在中间这样对应的啊 然后往下面的 还是对应的 每一个针木勾引拔 就是凹的地方 勾一针 凸起来的地方 勾一针 一圈的引拔针勾好之后 我们在接线的这个地方 再给它勾一针啊 接下来呢 勾第二圈引拔 把记号扣拿下来 直接在 第一针挑半根线 引拔 同样的给它做一下记号 往下面都是不加不减的 勾引拔 挑半根线啊 你们勾到侧边的时候 我再讲一下 好勾到侧边这里 有三个针木啊 我们开始放扣子 如果大家有这种 低支扣 就比较好一点啊 然后我这里呢 没有就拿这种 要死扣的这个圈圈 给大家做一下演示 直接穿到勾针上面 我们在这三个针木 勾三个短针 直接挑两根线这样子 把线勾出来 一个短针 下一针也是同样的方法 先穿入这个扣子里面 好再穿过针木 把线勾出来 第2个短针 好然后再穿入这个扣子 第3个针木 勾短针 这样呢 就有三个短针了 接下来下面的 还是对应的每一个针木 挑半根线 勾引拔 只有侧边这里 勾三个短针啊 加上这个扣子 然后这边是一样的方法 那第2圈 大家自己去完成 第二圈 第2圈勾好了 接下来第3圈 不加不剪 勾引拔 还是挑半根线啊 第1针做记号 每一针都是挑半根线来引拔 然后这个地方也同样的挑半根线啊 那第3圈大家自己完成 好第3圈也勾完了 好第3圈也勾完了 那接下来我们断线 留点点线头啊 线头拿出来 然后把这个记号扣给它拿掉 穿上缝合针 做一下隐形的连接 第一针我们空下来先不用管它 到第2针里面去 穿过去 然后再从最后一针 穿到里面 然后把线头给它藏在织物的里面 包包的主体 我们就已经勾好了 接下来 开始做包盖的部分 包盖我们需要磅针来织的啊 这个针的粗细和我们勾针 差不多就行 那接下来开始起针 我教大家最简单的起针方法啊 先打一个活结 然后穿到这个针里面 这个线圈呢也不能拉得太紧了 拿另外一根 从这个线圈穿过去 然后把这个线 从下往上这样绕 再用右手边的这个针啊 把这个线圈给它这样带过来 套入左边的这个针里面 这样就起好了两针 接下来从第二针里面穿过 再绕线 又给它带出来 这又是一针 起好了三针了啊 然后大家就重复这样的方法 一直给它 织到18针 如果你们的包包 勾得比我大 那么包盖 这里也是多加两针啊 18针已经起好了 接下来开始织第一行 从第一针开始 都是织下针啊 这样绕线 带过来 然后把这个线圈 放掉 下一针 把线给它绕过来 后面这个线圈放掉 这就是两针了啊 重复这样的方法 大家先把第一行织完 第一行18针织完了 接下来第二行 我们翻过来 从第二行开始 大家一定要记得啊 我们第一针 这样子 往上挑 挑下来不用织 然后把这个线 放在前面 从下一针开始 全部织下针 除了第一针啊 其他的每一针 都是这样织下针 好接下来呢 就是重复第二行啊 第一针 挑下来不织 把线 放到前面 继续 下针 重复 一直知道 13行啊 这个包盖呢 我知道了第13行啊 线头在右边 如果你们这里看不清楚 不知道怎么数 我们就在这一面来数 线头在左边啊 然后这里是第1行 12345678 910 11 12 13 总共织了13行 要是你们觉得不够长 那么往下面 再多织两行也可以 现在呢 开始来减针 第1针同样的 挑下来不织 把线绕过去 然后第2针和第3针 把它合并为 这样一针啊 一起给它织 就剪掉了一针 中间还是一样的 不加不减的 织下针 织到最后还剩3针 我再来讲啊 好第14行织到后面还剩3针 前面这2针呢 也是合为一针啊 最后一个下针 第14行织完 接下来第15行 和第14行一样的织法 第1针挑下来不织 然后2针 然后2针 并1针 中间不加不减 织下针 织到后面还剩3针 就前面这2针合为1针 最后一个下针 大家把第15行织完 接下来第16行 我们全部给它收针 那第1针这里 我们给它织一个下针吧 然后第2针 也是下针 然后把第1个线圈这里 给它 套到前面来 这样就收掉一针啊 下一针重复这样的方法 大家也可以用勾针去收针啊 我们可以这样 然后带到后面这个线圈这样子 一直给它收完就行了 收完针之后 接下来我们往边上 勾一圈的引拔针 大家看 侧边这里都有 变质针的针目啊 直接挑 两根线 这样把线勾过来 勾一个引拔 这是第1针 我们可以做一下记号 然后往下面 对应的 每针勾引拔 好引拔完一圈之后 这4个角都不需要加针减针的啊 我们只要对应每一个针目勾一个引拔就行 然后到记号扣的地方了 我们这里先给它断线 穿上缝合针 穿上缝合针 然后从记号扣的前面一针 这样穿过去 把记号扣拿下来 从我们刚才这个线头直接从中间穿到里面 拉紧把它调整一下 最后呢 最后呢把线头给它穿到里面藏起来 给它隐藏好一点啊 这样包盖就做好了 接下来把它缝到包包上面去 缝合的时候大家看一下这个包盖它是有正反面的啊 变质针的这一圈 它的正面就是包盖的正面 里面呢 它是边边比较乱的 然后包包的主体 你们看一下 哪一边做前面 哪一边做后面 其实也都差不多啊 先数一下包盖的帧数 减帧的这一头不用去管它啊 在减帧的 对边 是缝合这边的 帧数呢我们 敲 比较平的这里 两边竖起来就不用去管它了 123456 78 910 11 12 13 14 15 我这里有15帧 我们每个人勾出来的帧数有可能都不一样 所以呢 你们只要数包盖有多少帧 然后包生这里 也找最中间的15帧 把它缝合在一起就行了 缝在包包的引拔针的第2圈啊 这个包口这个地方我们勾了3圈引拔 缝在第2圈 也是找15帧 也是找15帧 你们先数一下总帧数 然后剪掉两边 留出中间的帧数就行了 和包盖一样 那我这里就不数了 直接对比一下 穿入第1圈 然后这里 穿这边 挑中间的啊 然后把这个线 给它勾出来 其实这个线 大家可以不用压在里面 等一下藏起来就行了啊 先放在一边不用管它 下一张 然后包包的下一张 把线勾出来 引拔 重复 下一张都是挑半根线 大家一定要找相对应的针末啊 那你们自己给它缝完吧 把它用引拔针缝合好之后 然后断线 留长一点的线头啊 穿上缝合针 我们把边上这里 处理一下 给它固定一下这个边边啊 然后把线头 藏在里面去 这样就可以了 好 大家自己藏一下线头吧 然后这边也是一样的 把上面这里 给它补一下啊 等一下再把线头给它藏在里面 等一下再把线头给它藏在里面 好 这样我们包盖和包包就连接好了 这个包扣有很多种 大家可以用磁扣 或者像我这种的 比较简单 直接扣上去 然后这个绿色的我勾 总共用了三团线啊 还剩这么一点点 要是勾包袋也不够了 等一下直接给它 挂一条那个链条包袋 这个也是 只有一点点线 只能勾这么长的包袋啊 最后再给大家讲一下 这两个包包 红色的起的是26针 绿色的是24针 其他的勾法都是一样的 只是少两针的区别 红色的稍微长那么一点点啊 这就看大家自己喜好了 勾这个绿色的24针也挺好的 也能放手机 来看它是有弹性的啊这里 好了那本期的包包教程到这里就全部讲完了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unveil下期再见 给大家再见 谢谢大家